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奧特賣 歡迎回來我的飢餓龍 我們又回來了這款遊戲啦 哇這個終於又更新新的龍了 我的天啊 睽違了一個月的時間 記得 應該是不只一個月 好像有三個月了吧 還是兩個月啊 我記得他最後一次更新是春節的時候 然後春節更新其實也沒有多新的恐龍 就是多了一些裝飾跟 新的寵物這樣子 沒想到昨天的時候好像就看到他更新了 然後多了一隻新的龍 好就是我們現在影片封面的這一隻 球甲龍 這隻球甲龍呢 他的攻擊模式我稍微有試玩一下 我是去他的那個錦標賽 因為現在錦標賽是用這隻球甲龍在玩的 好像是可以變成一顆球 然後任意的移動 我覺得還蠻屌的 那基本上呢 這一隻的價格 他的價格是280顆鑽石 再加25顆金彈殼 然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使用台幣購買他 用台幣購買的話 大概是300塊台幣吧 那你要能夠用台幣購買的話 你必須要去打一場錦標賽 打完了之後呢就會跳出這個 跳出這邊的這個訊息 現在又多了一個金色碎片金色蛋殼組合包 他就會跳出這個訊息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購買了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用300塊台幣購買那隻球甲龍的話呢 我是可以建議你就是打完這個 左邊的錦標賽 左邊的錦標賽打完一場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購買他了 就不用花你的鑽石跟你的金色碎片蛋殼 好不好 好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球甲龍他身上的一些能力喔 像這個是什麼 在 在玄球狀態下 欸彈 從地雷上彈開 這就是說 他的 他的這個玄球狀態之下 就是類似像我們那個以前的那些飢餓龍 都會有衝刺嘛對不對 對不對 他只是這個衝刺把他改成變成一顆球 你就把他當成是 呃 那個叫什麼 球魚喔 球魚就是誰的裝穿甲鼠喔 你知道那個神奇寶貝裡面那個穿地鼠嗎 你會把他想像穿地鼠跟這隻龍合體的那種概念 變成一顆圓圓的球這樣子 然後那個球呢 變成一顆球 可以防暴 碰到地雷會彈開不會受傷 這個是我們升到第五階的時候會有的能力 等級5 然後再來呢 我們等級15的話呢 是停球射刺 旋球停下朝四面八方 停下的時候會朝四面八方放那個毒刺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25級 25級的話是可以怎麼旋轉噴刺 在球旋狀態下 射出巨大的疾刺 反正這都是跟他變成一顆球體狀態的時候是有關系的 那我們一樣呢就是照現在這狀況來看 我覺得應該優先升我們的移動速度好了 我們把我們所有的這354個升 呃54個金色碎片全部升在這個 呃速度上面好了 呃全部把他升上去 呃能獲得的能力了非常好 呃不過我覺得應該會不夠 呃我覺得應該會不夠 完了插一格 我們就插這麼一點點沒關系 我們就用這個 所有的那個投資全部在他身上 我們就用這個M M的這個大小聊完看看好了 好我們先帶上一下寵物 好用寵物這邊的話 經驗值應該是不用了吧 催眠大師 再來是 飛行炸彈 還有什麼 緩速敵人需不需要 應該是不需要吧 什麼東西還不錯的 什麼東西還不錯的 15加10 速度加10 好弄一個速度加10好了 OK 我們就只能帶三隻 我們帶三隻準備出發吧 Let's go 這什麼東西 隆重介紹傳奇聯賽 參加每週的賽季對抗其他玩家 並設法晉級更高等級的聯賽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RANK的概念 這應該是一個RANK的概念 沒關係這個可以不要理他 我們現在是金絲翠傳奇聯賽 第一名可以拿到40個金色彈殼碎片 有點屌 好 其實不是很相比阿 我只想 我只想玩而已 呵呵呵 好來了來了來了 看一下齁 有沒有 按住之後他就會這樣子 像一顆 一顆球彈珠台這樣 然後 你在彈的時候 你還可以操控你的方向 有沒有有沒有像彈珠台這個概念 可是這樣子的話其實 有點不太好操控 有一個原因就是 你會很難控制他的方向 因為畢竟他會有反作用力阿 他這個反作用力 你要去吃到一些 一些恐龍 欸不是恐龍 吃到一些生物呢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好 我不知道變成球 在什麼時機點使用會比較好 不過我覺得他現在這個狀況 狀態阿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狀態阿 其實會比較好一點 阿你變成球的話 就變成說很難控制 就只能在那邊亂彈一通而已 好 好 直接把他撞掉了 然後這必須要L龍才可以吃 OK沒問題 來彈過去 而且都已經過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沒有更新新地圖呢 看看我們的飢餓殺 都不知道更新到哪裡去了 拜託這個飢餓龍也來更新一下新的地圖好不好 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 烈焰奔騰一樣是噴火焰 好 照烈焰奔騰狀態的這個球呢 好像沒有什麼多餘的 特殊效果之類的 好像沒有 彈好彈滿 好到下一張圖 不知道之前過不去的那張圖可不可以過去阿 其實我也都已經忘掉了 你知道嗎 因為有點久了 過了一個月才更新新的龍 現在會不會以後都一個月一隻阿 有沒有這可能 會不會都是一個月一隻這樣子 哇 這樣真的進度有點慢 是不是打算UB手要放生這款遊戲了 是不是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如果 你讓飢餓龍被放生 那就回頭 把飢餓殺再弄更好一點 然後出個飢餓殺世界二 欸 水療王國 欸我怎麼進來了 喔新地區 哇 秘密探索區域 喔 這哪時候加進來的阿 哇 我竟然進城堡勒 之前進不來 現在進來了 來我們看秘密區域有什麼 欸 才剛抱怨說沒有新地區 沒有新土 現在就來一發了 這樣是怎樣 哇 不錯吧 哈哈哈哈 這個地方過不去 哇 好大的一隻龍 可是這進不去阿 欸 我會不會被他吃掉 他是不是要吃我 不要吃我不好吃阿 這過不去阿 而且變成球的狀態阿 那個大隻的巨龍好像咬不到我的樣子阿 因為那個 是我目前的防禦狀態的樣子阿 哇 上不去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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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喔我要死了 挨餓 爆屁 哈哈哈哈 哇 居然有新的區域欸 有點沒想到欸 沒有想到再來一局 再來一局再來一局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左邊的那個巫婆森林 會不會又有新的地區呢 有沒有這可能 我覺得是有欸 沒關係 我先趕快過去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快 哇被炸到 在哪裡阿 喔唷 過來了 過來了 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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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什麽 急爆平衡 急爆平衡錘來開門 平衡錘在哪裏阿 喔是那個喔 喔原來如此要從那邊開阿 我秘密探索區域 哇這邊有一個 拿著盾阿 攻擊他後方 打他後方就贏了就過了 瘋狂彈射 彈珠龍 彈珠超龍 根本是彈珠超龍來著啦 贏弱是不是 哇 超高的瀑布 來過來看一下喔 烈焰奔騰 應該是可以把那隻龍給噴死吧 不行 這個要那個 超級烈焰奔騰才可以 現在這狀態不行 喂 哇這邊怎麽會有巨人阿 巨人骷髏頭 還有哥布林是怎樣 Amazing 酷喔 看他這邊又有什麽 這邊的就是原始的地區了吧 原始的地區原始的地區 OK OK 有看到沒有別的區域喔 這邊還不能過去 這邊這邊太這邊要小隻才能進去的樣子吧 大隻好像沒辦法 在這邊就死路拉 完了我要餓死了 給點食物吧你我要餓死拉 給米 給米食物我記得這個下面下水道也有一條路可以過去阿 這里阿 哇這邊現在是廢風柱我記得是可以過拉 難道說被改了是不是 而且這隻可以無限暢遊在水里耶 真的耶 這隻不會因為在水里然後下不去 這隻可以在水里有耶 飢餓鯊魚 而且你看仔細看超級像烏龜拉我的天阿 這根本就是烏龜吧 這好像我養的巴西龜有沒有 這隻根本就是我家養的巴西龜確認無誤 我已經不知道我是在玩飢餓鯊 還是在玩飢餓龍 飢餓鯊龍 合併算了拉 飢餓鯊龍世界 阿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合併一下阿 變成飢餓鯊龍世界阿 對不對 大力的給我燒 哇我可以這樣一直無限的移動 好爽阿 哈哈哈哈 怎麼又這樣感覺蠻作弊的感覺 就一直這樣就好啦 而且這樣子好像還有一些基礎防禦 不會受傷 只有一點吵而已 衝阿 哇 我只要在一階段就可以 終極烈焰 有了有了 真烈焰奔騰 呀 哇 變成閃電球了變閃電球了 可是有點難控制我過不去 哇沒了 GG 又沒有一隻豬 給我謝謝 感謝 完了這邊過不去有點小尷尬 啊沒有辦法過去阿 我們現在龍是M龍對不對 尷尬了而且我要死了 不要 不要 我要死啦 不 呃 結束 81萬4 喔好爽阿 打了81萬4 讚喔 呃 бу 呃 水啦 休息了淚死了 好吧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先飲完這裡喔 哈哈哈哈 今天差不多先飲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的話 應該會讓我們的這個 球甲龍進化到最終階段了 然後到來再來看最終階段之後 可以去哪一些更新的區域 還蠻讓我意外的是 他真的有做一些地圖的修正 有到了新的區域我覺得蠻意外的 還好他有更新 我想說過了一個月 居然都沒有更新 赫金科那麼兇又不更新 這樣太對不起一些觀眾跟 不是 這樣太對不起一些客戶了吧 對不對 好吧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左下角的訂閱右下角 喜歡歡迎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飢餓龍最終的 球甲龍型態 再與大家見面吧 下次再見 掰掰 讓我來看看 繞車子 幫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